10月16日TVB艺人吕慧一出席某活动 一向毫不吝啬胸前穿过了他这次 去球衣热酷登场 走青春路线之想修了一下没退 吕慧一现场与小朋友比拼球技不胜落败 看到这么可爱的篮球宝宝 不知道会不会对他产生生子的冲动呢 我觉得三孩子其中是一个比较责任重大的任务 所以也是要好好计划一下 吕慧一看到篮球大方分享曾经的暗恋对象 不过现在谈论迷恋学长的往事 难道不怕老公吃醋吗 我觉得每一个女孩子也会 在读书时期有一些梦想这样子 好像就是对那些打篮球啊 或是踢足球啊的学长 就是会有一点点爱物的感觉 其实我先生不知道 我有一些迷恋学长的经过 因为他一直都没有问我 近日香港两间电视台获发免费电视牌照 一时引发热议 身为TVB艺人的旅会一大方表示是好事 看来对自家公司相当的有信心 其实我觉得无线电视也是一个我从日行到现在也是一直在这个公司里面工作 我自己觉得我们的公司也是既做很认真啊 还有就是我觉得其实我们也有实力的话 应该不怕竞争 应该会越来越好的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